试试试试试试试 嗨 , 古靓佑宁 每天晚上我们都会在这里见面 话题 这问题 中国以及韩明朝 与中国共产党的冲突 对新疆、西藏、蒙古 以及香港、台湾 各自都有各种各样的政策支持 唯独只有 没有单独对 中国韩明朝的支持 中国韩明朝是一个什么样的民主 美国不会支持 明晚上我们不谈论这个问题 我们谈论过什么问题 谈论是美国共和两党 美国共和两国政府 以及国务院 对中国共产党在新疆 实行的一系列种族灭除 种族灭绝罪 美国共和两党的国务院 都对新疆 共产党在新疆 对维吾尔厨人的种族灭绝 也就是说 把那个民族斩禁杀局 就这么一样 种族灭绝罪 如果认定以后 会跟中国共产党 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中国现在种族灭绝罪 是二战以来 对德国法西斯 对日本法西斯 最厉重的罪行 是要把这个执行者 执划者 送上国际法庭 进行国际审判 可能要成立一个 专门的特别审判委员会 叫做什么 叫做国际 专门针对中国的 假如说有了一条 这个罪在人类世界上 是最厉重最厉重的 如果 进行这个罪 执行的话 就会对中国共产党 实行这个 定点清楚 实行军事打击 当然美国共和党 的国务院都已经认定 正式认定 书面认定 中国共产党 对新疆维吾尔 出人的总存位置 从汉人的角度来看 没有感觉 中国人 中国人往往都是 徒刀没有折据 留在他的脖子上 他都不会觉得疼 棺材没有抬到他的面前 他也会 也不会觉得 感到危机 感到沃热已来 这是中国人 中国人从来都是 非常非常冷血的 也是非常恐怖的 非常邪悦的 这一系列的 对少数民族的谜局 包括对 汉民族自己的谜局 都是中国人处理 有人说 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分开 能分开吗 中国共产党是一种意识形态 它是由中国人组成 单纯的从中国共产党 它是个意识形态 它没有形态 它是个思想理念 这个思想理念 由什么人来组成 什么人来产生 什么人来责行 这是主要的 所以 说要把中国共产党 与中国人分开这个说法 是完全有问题的 在中国对少数民族 身形的种处秘诀 一系列的残酷被害 杀害少数人说 已经是几十年了 难道是西方人住的 难道不是中国人住的 难道是中国共产党的党旗去住的 说是中国共产党 是个抽象概念 当然也可以 是抽象概念 但是我们从现实的实际意义上 对少数民族的种群秘诀 是由汉人去折行的 是由中国人去折行的 是由中国人去住的 按照二战时期 对纳粹的审判 比如说你参与策划者 以及折接折行者 都是同罪 这些对准少数民族 以及汉民族 这些屠杀 也是种群秘诀罪的责行者 那么对那些没有拿起枪 那些策划指挥 那些人 比如说中国那些小组长 以及各国部 他们没有这些拿起枪 他们只是策划 只是下来命令 按照二战时期 对纳粹 德国以及日本的审判 他们这些策划指挥 与这些拿起枪去杀人的人 的罪行是同罪 这个罪 国际上将来 如果说哪一天要折行的话 就会对中国施行开战 就会对中国施行这个 战争的惩罩 枝解这个国家 枝解这个民族 他说了中国也说了他自己 说了中国也说了他妈 中国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问你中国跟你有什么关系 有人说你是黄皮肤 你不是中国人吗 那是黄皮肤 你不是中国人吗 你不是中国人吗 那是初生的中国就中国人吗 那是生活的中国就叫中国人吗 中国是被共产党绑架了的 中国人也是如此 实际上这个国家 跟人民是没有关系的 都好好地反思 人类世界早晚有一天 会全球反华 为什么说要全球反华 因为中国共产党人 这几十年在世界上住楼 特别是美国两院指责 以书面形式指证 中国共产党在新疆 施行的总处秘诀罪 重要的罪行吗 中国共产党对新疆少数民 实际种族秘诀 其实对少数民的实际种族秘诀 不仅仅是对新疆人 对西藏人 过去对蒙古人 就对汉民族 汉族人 也是一样的 实际上屠杀的人 射行种族秘诀的人 取的这个对象 还包括汉人 虽然汉人人数居多 还没有种族秘诀 秘诀不了 他的人数基础很大 但是屠杀的汉人是最多的 屠杀的汉人 可以说这些屠杀的汉人 都是达到 以好好的推算一些 都会达到一年过一 再加上从肚子里 从计划事院 从肚子里 拉出来的 起码达到五年过一 这是什么概念 还有比这个中国共产党 比中国还更残酷的吗 拿出来能够比得上吗 比得上吗 拿出来杀了多少人 也就是几百万人 日本人杀了多少人 日本人还没有几百万人 可能就是几十万人 反正成长 中国共产党杀了多少人 几十万人 几百万人 加起来是好多个倍 但是全世界由于政治人群 这些年来 从来没有钱这个中国 在这里我们非常欢迎美国 把中国共产党对新疆 设行种种秘密局 我们表示支持欢迎 实际上 这些谴质 这些定性 从这么多年来 都叫政治正确 都不会兑现的 国际上从来没有对中国共产党杀害人民 从来没有对不起 从来都是假装政治正确 谴责一下 定性一下 制裁一下 就过了 现在他们私下的勾兑 比桌面上的要严重得多 私下的勾兑 美国政府以及美国两党的核心 很多要员 他们跟中国共产党的私下勾兑 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这才是主要的 近年来 美国又要开始跟中国共产党合作了 美国国不约束了 就是该合作就要合作 不该合作就对 该对抗就对抗 对中国共产党 对中国对中国人这么一个习业的群体 这么一个习业的认权 还有什么合作的 你跟他合作的是什么 却出了好大好大的问题 造势下去 人类就已经结束了 比美国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更恐怖的 还有什么事情与中国共产党双赢 美国与中国跟中国共产党双赢更恐怖的 全世界还有什么事情与美国总统与中国共产党的杀人魔王在一起联欢 在一起 在一起 这些干杯更恐怖的 已经没有了 已经到达极限了 就是美国跟自己造成的困乱 跟自己造成的灾难 美国正在付出代价 美国人还没有决心 像对中国 对中国共产党 对中国人 不是说你能够 你口炮能够解决问题 不是说你制裁能够解决问题 也不是说你维土能够解决问题 也不是说你定性什么能够解决问题 不能解决问题的 中国人的人口基数这么大 不管你怎么制裁 他照样当他的皇帝 照样吃货完了 他的人口基数就达到10个亿 甚至超出 不管他减少减少了多少 中国人数仍然是很多 仍然是世界上最多的国家之一 西方的制裁 对中国的皇帝是没有任何影响 对中国的韭菜 对中国的潮流 那是有影响的 因为始终被残杀的 被剥削的 被扰力的 都是普通人 有谁能够去 有这个能力去解决这些普通人呢? 没有 美国不可能 世界上更不可能 世界上更不可能 同时 中国人折得去解决他吗? 中国人折得去帮助他吗? 中国政府折得去帮助他吗? 中国人折得去帮助他 回到圣斗 因为中国民族非常邪 这个群体非常邪 是人类最恐怖的群体 但是呢 由于西方的政治正确 那你对中国 对中国共产党不去 不用中国人的方法去解决他 可以说西方完全是没有办法 你不站在中国共产党的 杀人方式去解决那些强盗 你用什么方法解决? 已经没有办法了 已经没有办法了 那这个世界只有让他滥下去 如果说美国怕杀人 怕杀人 怕对中国设行战争 怕黑平民族 可以说西方任何国家把中国没有办 因为它像一个马蜂窝 你不用黑平的方法 你能解决问题吗? 谈判 谈什么判? 谈了几代人 死了几个亿 起了什么作用 什么作用 没有洗的 中国共产党越厉害 杀人越多 不但杀中国人 而又杀到全世界 外交 世界骂美国人 为什么中国共产党敢直接骂美国人? 敢当面骂美国人? 美国有什么短处抓在中国共产党手里? 杀人 大约对杀人 杀人的角度有所不同 肯定是有很多的软处在中国共产党手里 大的小的都有 而且很多很多很多 在世界骂澳洲 骂加拿大 骂澳洲 骂加拿大 骂牛怎么样? 可以骂骗全球 打骗全球 没有问题 对中国共产党的行为 完全是听之认之 完全是让它为所欲为 所以到了今天不可收拾的地步 人类现在没有办法再回到重前 也不可能回到重前 也没有人想回到重前 当然从进步的概念来说 为什么要回到过去呢? 没有那个必要 那么现在 是不是比过去更好呢? 那不是 不然说 我们谈美国 美国两党执政 两党执政 对我们生活在美国的人来说 都不会受到多大影响 毕竟它还是叫美国 美国的问题都不能够解决 美国的问题都不能够解决 美国两党对美国国内的问题都无法解决 美国国内的问题是堆积如山 美国国内的问题是堆积如山 只是说跟中国的问题有辙的不同 只是说跟中国的问题有辙的不同 因为美国是美国的问题 美国是跟个族群争取自己的权利 争取自己的福利 从这个角度来说 矛盾非常的解放 无法解决 对中国的内部来说呢 跟美国没有合比性 中国还不算是一个正常的人类 更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 更不是一个国家 人吃人的问题 是共产党残杀人民的问题 是水火不相容的问题 是共产党残杀给少数民出的问题 同时也残杀依靠所依靠的汉民出的问题 这些问题是不能够解决的 只是说不能解决的矛盾的角度不同 在中国是要死人 只要一句话不对就死人 当然中国人口基础大 死人算什么 死几个人算什么 死几千万算什么 死几个亿算什么 不算什么 就是大死心了 所以现在人类的问题已经是不可调和 美国国的问题也不能调和 不管两党都不可能解决 那么中国的问题 中国内部的问题也不能解决 那么中国共产党中国中国人 与全球与人类的问题也不能解决 人类已经走到了极限 人类的矛盾已经走到了极限 已经不可调和 当然极限也没有什么 就是美国而言 美国的强大而言 美国价值理念而言 也在人类的长河里面仅仅是一个桥河 也仅仅是一个弹子一挥坚 美国价值理念而被摧毁 自然摧毁 也是正常的事情 也是不奇怪的事情 当然我们在这里戒证历史 戒证人类 道路 我们是戒政 因为我们不是责任者 我们只是在这里 用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视角 跟朋友们聊一聊 谈到不同的视角 我想朋友们也想清楚 想通一件事情 现在全世界都在说假话 所有的媒体 所有的政治家都在说假话 都是说假话 从来没有说真话 我不知道朋友们 有没有这个感觉 如果有这个感觉的话 那么不同的视角 不同的声音 就显得非常的重要 那为什么不支持我呢 我的理念 我的观念 总是跟其他的媒体 其他的政治家 看法说法不一样 难道是我错了 难道不是他们错了 成者为王 败者为寇 谁坐在皇帝的椅子上 谁就是对的 其他的时候都是错的 从这个角度来说 生日子也说的都对 历史也是他们写的 我相信普通老百姓 稍稍有一点头脑 用脚子都想一想的时候 听不同的声音是很重要的 意思就是说 应该是关注我的YouTube 订阅我的YouTube 收藏我的油画作品 艺术是人类共同产品 我有一千多张作品 我喜欢美国 我想把我的作品留在美国 希望得到朋友们的支持 得到朋友们的赞助 我把我的艺术品 组成一个博物馆 让全世界朋友们可以参观 让世人可以参观 哪怕人类世界还明天就不存在了 那么今天我们照样好好的生活 所以也应该让我的作品 哪怕能够保持一天 也算是人类财富 因为艺术是人类共同财富 不是哪个个人财富 所以每天晚上 我们都要在这里谈这问题 最近年来比较忙 有没有到哪里去走 我就在家里创作 在家里画画 现在我一会儿是政治正确的 我正在创作这张作品 可能再过两个月应该完成 发在网上 一张画会分成很多的局部 发在网上 让朋友们欣赏 让美术爱好者 美术收藏家研究 也有什么 从政治的角度去研究 从艺术的角度去研究 从价值的角度 应该 有时支持 应该收藏 这是重要的 收藏 一个是支持我的艺术务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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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 我來看一眼,畫了一點點,我把鏡頭推過去,讓朋友看看吧。 畫的,它是創作它自己,這個腳畫了一部分,左邊還沒有動,現在還沒有動。 還是炒土。 畫的,它是創作的。 畫的,它是創作的。 1分钟 2 3 3 4 5 6 7 7 8 9 9 8 9 9 10 12 13 18 20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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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